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和我朋友分享 少少關於搶點,不要改點的分享 Take on the rise, 但不要擔心的分享 請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我的朋友 讓我多人朋友一起去 今天講過4-Hand 很多朋友打4-Hand的 contact point 都是在這個位置 最多的時間,你們打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是 最多都是你們很喜歡on the drop 這個情況是很 common 因為on the drop是那些時間 我把球滴了,升了上來 你回來打 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時間設置 就可以瞄準 and execute 這是非常好 如果某些朋友在做這件事 Good job to you 但當你得到更好 你會開始 Step in and try to take the ball on the rise 即是球一升上來 打的時候叫做搶點 不過你這陣子剛剛學習的時候 他們搶點的時候 他們變了 就會改了他們的 contact point 就不要改了你們的 contact point 那個點 就要確認你們 都要保持 你的 contact point 在前面 就像你會 當你踏上去 當你踏上去 就是因為你現在搶點 on the rise 不代表你的 contact point 會遲了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當你搶點 就不要改了你的 contact point 就是你的 contact point 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這個提示幫我大家 請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那麼多的朋友們 都可以受影 在我們的 private lesson 從我們的 feeding methods 以及我們的 rally methods 我們會幫助很多朋友們 進步 我們的 forehand no matter on the drop 或是 on the rise 這個我們希望 去 private lessons 幫到大家的手 What's at我們以下的 number 我們希望可以 discuss how we can help you guys better